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呢 我们会去跟踪一下 上次进行水吃 限差的结果 OK 我们看这边啊 就是上次 我们扎 这五花果 这些已经长得很好 我们看这边 今天我们会去检查一下 上次进行水吃的 这边是中五花果的地方 这些五花果还是长得蛮好的 OK 我们会去检查一下 这个地方呢 前几天我刚刚把悬布扫都除掉 OK 我们看 那些都是五花果 然后我们看 这边是 我们上次水吃 纤叉的 啰梨 我们看 这个啰梨呢 现在长得很好 我们看 现在都长得非常的好 它全部从下面到上面都是 紫红色 OK 超级的漂亮 我现在会 来近一点 再观察一下 结果 初步的 怎么样了 OK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里面的水位 有降低了 有降低 可是这个皮呢 它还在水里面 OK 然后我们看 因为这个地方是有水 所以它长得也是比较高 上次我做这个水素线叉之后 它大概这么高 可是现在我们看 都已经很高 OK 我们看这里 OK 这个的话 我准备给它 来补充一些水 然后我们有看到吗 因为它是 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水 所以我们有看到 它的这个皮上面 有白色的这一点点的这个白色 就是 因为湿度它有湿度 所以 它的这个地方 才是有这个白色的部分 就是 这些白色 这几个地方 就是 根源体的一个 就像五花果一样 它长根 的时候也会有猫出这些白白的 所以我们 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目前的话 从外面 含起来的话 我可以看一下 看这里 现在还还没看到根了 OK 我们再看一下里面 OK 都还没看到根 都还没看到根 可是 里面我有看到白色的地方 我们有看到 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白色的这一点 OK 这样可以说是有个好的信号 我们看这里 从这个水位 现在还留在大概这个地方 OK 我们看 这个水位在这里 然后这个 插进去的这个地方 还在里面 大概两公分 OK 我们从下面到上面 这一颗已经长得蛮高了 OK 我们看 OK 这样子 所以 这个水式的线插 目前的话 可以说是 皮的根源体 已经开始有了 就剩下的部分 就是我们会 等它 长坑出来 看看 目前的话 可以说是 相当的好 像这个呢 它 已经有 四个分叉的枝条 然后中间 是一直往上长 OK 非常地漂亮 非常地漂亮 好 所以今天 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功 OK 好吗 上次我削皮的时候 大概 三分之一的皮 削掉 然后我已经用这个胶带 去绑在这里 因为怕这个地方会 会裂掉 所以我们会这样 预防 把这里 包一下 然后这个瓶子是 包在这里 好 OK 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再一起来观察 看这 啊 这个 若里的 长根的状态 目前的话 它 啊 就是已经 长出很多白色的 这个斑点 就是啊 根源体 好 OK 我看 啊 这些枝条呢 长得非常地漂亮哦 一个一个哈 它的这些 啊 椰子的 茵茵的哈 然后 都 还不是很成长 我们看它的 这个还是红色的 然后我们看 看起来 这这 呃 这些皮 哈 就像透明的一样 啊 所以啊 还是完全 都 在发展了 哈 还没发展到一个稳定的程度 哦 OK 这样子 我们看旁边这里 这就是上次的底 哈 我已经切掉 然后旁边有一颗 五花果 所以 等这边长根之后呢 我就是把这一只 拿掉 然后 啊 进行盆栽的哈 OK OK 这样子 我们看旁边这里 有些五花果 这边 这边 哦 五花果这里 然后 这是它的底 像是我已经切掉了 OK 好 我们看上面 还有很多小小的 这个芽点 小小的芽点 已经萌发 这样子 OK 好 所以今天呢 我的视频呢 就是 先跟大家跟踪 这些上次 水 水 是 限差的结果 啊 是否 结果怎么样 我们再等 再过一段时间 看怎样哈 今天呢 我视频呢 就是先跟大家 分享到 所以 喜欢的朋友呢 请给我 留胆留下评论 还登记我频道 在下一个视频 我会跟大家分享 其他的更详细 谢谢各位朋友 一直以来 已经支持我的频道哦 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